一起来关心顶星列游风暴的后续消息 自从顶星交出了101的经营权之后 今天有平面媒体报道 指出顶星卫家决定全面的退出卫权的董事会 并且将四席董事人选交给政府主导 不过消息很快的就被卫权方反驳 而且有国务党立委说 顶星就算是退出了经营权 但是到目前还没有退出持股 和民意有落差 北市国小全面下架卫权食品 目的在于抵制顶星集团轮番的实案风暴 然而今天有媒体放风声 称礼拜五 卫家将全面退出卫权董事会 还把手中四席董事人选交由政府主导 消息一出激励卫权股价由黑翻红攻上涨停 但又很快遭到卫权反驳 蓝仪立委说 退出经营 但是不退出持股 这个跟持全民的期待 有一大段的落差 这个部长不要肯定太快 我刚刚看你一步 哇 没开射舞 很高兴 不能高兴 没有没有 然后因为政府来了 大家尽量的喝啊 吃啊 卫权的产品 然后钱赚的还是跑去他口袋 张胜格说鼎星退出卫权是正办 但强调政府无权干涉 不过对于鼎星退出台北101经营权后 会不会卖出手中股价 张胜格已经有听闻 听说他有在询价 有在询价 有在询价 但是不是我们的 他找什么人也不会让我们知道 都是机密的嘛 用原价卖 这个是不容易的 因为他们这么想赚钱的人 怎么会说不赚钱来卖 张胜格说要鼎星原价卖股不容易 鼎星持股台北101股权37% 其中有八成向银行贷款 目前国泰金中信金都传出不排除接手 新唐人亚特电视成为摩承真 台湾台北报道